同学们好 上次咱们讲了 吴居通的文明条变 对文明学的贡献 这堂课咱们讲 王孟英的温热经纬 这本书 应该说它是一部文献集中 而且是非常优秀的文献集中 为什么这么说 下巴咱们再具体讲 作者呀 王世雄 自孟英 晚号 孟英 浙江前唐人 他在这个文热经纬的序里边说 海宁王世雄 他老家是海宁 被他曾祖父迁居到前唐 实际上他是前唐人 他祖父是海宁 后来呢 他到晚年 又前唐人 去到上海 他生祖年代呀 大约 是1808到1868 这个说法不一样 有的说呢 差两年 他曾祖父 祖父 父亲到他四代都业逸 都是医生 因为到他13岁 有人说是14岁 总归13岁的时候吧 他父亲就病故了 所以呢 他 应该说 不完全是家传 他父亲病故之后 他舅舅 又给他找的名师 学医 同时啊 他舅舅给他起的唐号啊 签摘 就是要他 签心研究医学 所以你看他 那个 温热经纬的序上 就有签摘这个字样 这是他的唐号 他学习非常勤奋 而且他一生中啊 经历了多次 温病的流行 比如说霍乱 还有其他的瘟疫 所以他的著作 除了温热经纬之外 还有随系居 重定火乱论 他写成之后呢 又加以重定 所以呢 叫随系居 重定火乱论 随系居 随系居 休息的系 随系居 重定火乱论 归艳录 王室一案 他做作比较多 他这个温热经纬 是1852年 是1852年 继承 是编辑上的 所以这本书啊 它是连编带著 不是一部纯著作 不像吴俊通的文明条片 纯粹是著 他这个是既有编又有著 他为什么要写 要编著这部书 他在温热经纬 字序里边说啊 他说啊 难经云 伤寒有武 有中风 有伤寒 有失温 有热病 有温病 这是引的难经 五十八难的原话 此武器感人 古人皆为之伤寒 伤寒有武吗 都包括在广义伤寒里边 故众圣诸论 亦以伤寒统治 所以张仲景一圣 做伤寒论 也把这五种病 都统成叫做伤寒 而条分 中风伤寒 温病 失 夜 无者之政治 说在伤寒论和金贵里边啊 他把它分成 太阳中风 太阳伤寒 太阳温病 太阳中热者 夜失业吗 夜也是太阳病啊 还有失 分成这五者之政治 实际上 在仲景的书里边 中风伤寒 温病 诗和夜 这五者是有区别的 虽然是广义伤寒 但是他们有所区别 所以张仲景 他这本书 与内一难 内经 难经 渊源一辙 张仲景的伤寒论呢 是继承了内经和难经的学术观点 法随未尽 明以悲言 说虽然关于 温病的治法 写的不多 伤寒论里边 吐出了中风和伤寒 关于温病的治法 违背 但是名字已经有了 已经区别开了 后闲不见 后代的人呢 他不明白这一点 随之 议论愈多 治理愈慧 就在里边啊 你论说一段 我论说一段 在伤寒论里边啊 来回来去得发觉 说的越多 越不明白 糊涂到什么程度呢 或与伤寒为温热 或以温热为伤寒 或病易于风温 把易和风温并到一块去了 或病风温于易 或不知有福气为病 或不知有外感之温 有的人不知道 风温和易的区别 混到一块去了 有的人不知道有福气文病 也有的人不知道有心肝文病 甚至并鼠液二字而不是 有的人呢 连鼠和液这两个字都不知道 两可可矣 这很令人感慨 我曾王父随笔 指的是什么呢 他曾祖父的重庆堂随笔 他曾祖父啊 叫王学全 有重庆堂随笔 这么一本书 我曾王父随笔中 首为庞论 就是他曾祖父啊 对这些病名 已经加过分析了 此雄不揣冒昧 就我呀 不揣冒昧 以宣其重景之文为经 夜学诸家之辩为尾 钻为温热经为五卷 是这个辩啊 宣其重景之文为经 宣是指皇帝呀 其实是七博呀 这个就指的是内经 重景呢指的是 山寒论和金贵要略 这两本书 宣其重景之文 指的是这三部经典 夜学诸家之辩为尾 指的是夜天室的 外感文热片 和学生白的十热命片 诸家还有别人 以他们的文章为尾 编织起来这么一本书 也就是说呀 以宣其重景之文为竖线 经不是竖线吗 看地球于南北的线呢 尾是横线 直部也有经尾呀 编织起来 底下 传为温热经纬 一共是五卷啊 它分为五卷 其中注释 者细贤之善者而从之 就是说他把 这些个文章 都搜集到他这本书里边 加上注解 从哪选的呢 说前人对注解 做得好的 善者而从之 比如说张许谷等等 他都选进来 肩负管窥 其中有我个人的看法 必加雄暗二字 以别之 凡是 他自己的话 都加上雄暗两个字 那么他这里边选的注解 主要选的张许谷 张许谷的注解 他不写名 凡是不写名字的 前面一段 那就是张许谷的 别人的 他加上 谁说谁说的 他自己的 就加上雄暗两个字 这是他的注释方法 他这个书啊 一共分为五卷 卷一 卷一啊 是选的内经的原文 叫内经浮气温热片 摘录了内经里边 有关温病的条文 他摘成一条条的 分别加以注释 选了注释 又选暗语 鉴二 鉴二就都是张重景的了 他写了五篇 重景的 福气温病篇 福气热病篇 外感热病篇 诗文篇 义病篇 重景学说啊 他分了五篇 福气温病篇 福气热病篇 外感热病篇 诗文篇 义病篇 就是选的伤寒论 和金贵要略里边 关于文篇的论述 又选了前人注解 再加上他的暗语 对这些经文进行分析 这是卷二 这两卷合起来啊 这是以宣其重景之文为经 卷三 选的是叶天氏的文章 他叫做叶香盐 外感温热 他从哪选的呢 从华笑云的画本 选来的 经厨堂 民政志南一案 后边附的那个 经厨堂公选良方 四卷 第一卷里边的 温热论 他给改名 叫做外感温热篇 同时他又选了一篇 叫做叶香盐 三十福气外感篇 这篇文章是从哪来的呢 林政志南一案 林政志南一案 原本供十卷 第十卷 有一篇 叫做诱科要略 这篇文章 据说是叶天氏 勤手定的 他审定过 这个诱科要略 讲的是小儿的外感病 小儿的病 但是王孟宁认为呢 大人也是一样 他不都是对小儿 对大人的文病 也有指导意义 所以他把他选进来 给他改了个名 原名是诱科要略 他改成 叫叶香盐三十福气外感篇 第三卷呢 选的是叶天氏的 卷刺 陈平博 外感温定片 学生白 湿热并肩 鱼石鱼 一饼平 卷四啊 选了三个人的 关于这个陈平博的 外感文明片 他的来源 他在这片里头 他有个暗语 他说了 他跟学生白 这十二名片是一样 不知道是哪来的 来源不清楚 但是因为有这么两篇文章 他就把它收进来了 所以存疑待考 作者 不详 说是叫陈平博 至于生祖年代 等等都不同考证 但是这篇文章很好 他讲了十二条 这十二条呢 讲得很好 对蜂文病的变质 很有指导意义 还有一个就是 鱼石鱼的异病片 这个下边咱们再介绍一下 这个来源 本本的来源 就是他这个 前四卷呢 就是这些内容 卷五 卷五啊 叫方论 选了 从古代 包括他自己 治疗文病的 一百一十三个方计 我倒是想啊 山寒论是一百一十三方 他也是一百一十三方 选了一百一十三方 有点 案里头啊 有点相说 同时呢 对这些方计 加以暗语 这样五十方 这是他的全篇的内容 他这本书里边 就说 这些篇 除了选原文之外 选张旭谷的注释 还有别人的注释 凡是注得好的 他都加在后边 最后他自己 再加一个暗语 这本书好就好的 他选的注释 特别是 他自己加的暗语上 暗语非常精细 所以啊 不能光把它看成 是一个文献中书 它不是光选论文 而且它加上自己的见解了 所以我说 它是连编带注 有注的成分 这个《鱼石鱼》的义名片的来源 这来源呢 是来源于这本书 人家这本啊 原来有书 一个小宝本 书名叫一诚一德 作者 鱼林 字叫石鱼 是江苏常州的人 后来呢 他移居到安徽的同城 所以后来啊 都说他是同城的一诗 他的生筑年代啊 大概是生于1724年 筑的年代不详 大概是清朝的雍正到乾隆年间 因为雍正乾隆家一块70多年了 两个朝代 这个王孟英啊 在温热经纬的暗语里边 关于这篇的来源 他说的挺细 他说 纪文达公允 纪文达公说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纪小兰 他引的是纪小兰的话 纪小兰在粤维草堂笔记里边 有这么一段记录 说乾隆鬼丑 就是1793年 京师大义 京师就是现在的北京 乾隆鬼丑年 1793年 北京城闹了一场大的瘟疫 以景阅法治者多死 用张景阅的方法治疗 不行 以幼渴法治者亦不厌 用无幼渴文一论的方法治疗 也不行 同乡冯红炉 兴时机人 同乡 就是同城的人 冯红炉 兴时 他的名字叫冯兴时 红炉寺的官员 冯兴时 他的家属 闹瘟疫 呼吸将绝 要断气了 同城医室 投大剂石膏药 说有同城的一个医生 给他用了大剂量的石膏 应手而全 这样就好了 总其法者 就是按他这个方法治疗 活人无算 这是纪小兰的记载 王茂英呢 是从这看了的 然 既是不祥幸事 独之令人畅畅 说纪小兰不知道这人是谁 就知道是同城医室 用了这大剂量的石膏 治好了很多的人 所以感到很遗憾 岳无载 过了五年 碧磷庄志亭 关于长鲁 碧磷人呢 叫庄志亭 他在长鲁演场做官 崇峻一诊一德 他崇科一诊一德这本书 书出 使之既是所目击者 乃于君事与也 就王茂英啊 看到庄志亭科的 这一诊一德之后 恍然大悟 知道纪小兰所说的这个人 同城一事 就是于事与 这个于事与这个原书啊 是1794年 原书 是成书 确实在1794年 看着一诊一德的序啊 他写的是乾隆五十年假银 就是1794年 目前咱们所能见到最早的版本 是1811年 是1811年 陪凤臣 他手抄本 刻了两句 这是最早的 王孟英见到的不是这个 他见到的这个道光八年物子 也就是1828年 1828年 长延后补研运司之士 庄志亭 所刻的言庆堂本 王孟英说 看到这个 他知道是于事与 他看到这个版本 他怎么改造的呢 他把这个书啊 加以改造 他没有全选 因为这书我现在有单行本 他这么选的啊 他把这本书 内容加以截取山润 就是说呢 他经过加工了 不是原文了 前半部分 截取山润之后 才并为短文11篇 又把原书卷上的 一诊之证 52证 和戳后20证 不一共是72条吗 把72个证 他合并成71条 他又给起了那 叫一诊条辩 这个内容啊 就这么来了 他的特殊贡献呢 就在于 重用石膏 姬小兰不是记载吗 重用石膏治疗 活人无算吗 用石膏治疑 代表方计 大家都知道 清文拜多眼 这个很有名的方计 后边咱们要讲 所以他认为 这篇文章很好啊 他把他选进来 温热经纬 这本书的贡献 不光是在于 他以夜学 诸家之变为伪 选了后 除了内经 和张忠景的著作之外 选了后世 这么多家的著作 保留了 很好的古代文献 更重要的是 在他的暗语里面 他这个暗语啊 很公平 对前人的评价 很公平 很少有偏见 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 而且呢 议论的鸿扩 有很多前人 所没有说过的话 都在他暗语里面 提前出来了 咱们举个例 比如说 我就不写黑板了 在夜香炎外赶文热篇 第九条 他加了一段暗语 这段暗语很有名 他力辟前人之六 给蜀证明 这蜀怎么解释 前人呢 说的比较混乱 他说 晶云 热气大来 火之胜也 阳之洞 始于温 胜于蜀 盖在天为热 在地为火 其性为蜀 是蜀即热也 首先强调 蜀就是热 并非二气 蜀和热 不是二气 贺云 蜀为兼师者 异物也 说古人不是说吗 蜀臂加师 他驳斥的这关联 驳斥的是蜀臂加师的关联 贺云蜀为兼师者 这是错误的 蜀与师 原是二气 为什么说蜀为兼师 是错误的 说蜀和师 是两种邪气 或者是两种气 随意兼感 实非蜀中 必定有识 蜀和师 容易互相结合 但是不一定就肯定结合 实非蜀中 必定有识 譬如 蜀与蜂 亦多兼感 岂可为蜀中 必有蜂呀 你说蜀必兼师 蜀和蜂也容易结合 你为什么不说 蜀必兼蜂呢 若为热与师和 使命为蜀 说热和师结合 这才叫蜀 然之 韩与蜂合 又将合成 所以热和师结合 一块就叫蜀 这叫蜀 那么 韩和蜂结合起来 你给它写个什么名 怎么没这么个名呢 更有望丽 阴蜀 阳蜀之名者 这个听说过吧 现在不大题了 但是呢 他古书中有 阴蜀阳蜀 这个名词 王明明是非常反对 这个说法 他说啊 更有望力 阴蜀阳蜀之名者 亦蜀可笑 如果蜀必兼师 则不可以 冠以阳字 这蜀必加师 你就不能说是阳蜀 如若只蜀为热气 则不可以冠以阴字 你知道蜀就是热 你就不能给它加个阴字 其实 彼蜀为阴者 就是说 他们所说的阴蜀 即夏月之 伤于寒食者 阴蜀实际上 是夏天感受的寒食 并不是蜀 摄云蜀有阴阳 则寒义有阴阳 如果说你承认 有阴蜀和阳蜀 那么就得说 有阴寒和阳寒 有这名词吗 没有 不止寒者水之气也 热者火之气也 水火定位 寒热有一定之阴阳 寒邪传遍 谁能化热而敢于人也 从无阳寒之说 没有阳寒之说 怎么出了个阳蜀呢 出了个阴蜀呢 所以啊 他把这个蜀字 说得很明确 蜀就是热 不存在阴蜀阳蜀的问题 蜀可以和食结合 但是 蜀必加食这种说法太过分 就这段话 说得很好 对这个蜀分析得很清楚 这段暗语啊 所以在很多地方啊 他的暗语讲的都非常好 再比如说 学生白失热病天 第三十八条 学生白的原文是这么说的啊 失热症 失热伤气 四肢困倦 精神减少 深热气高 这是呼吸急促啊 发热呼吸急促 心烦逆黄 烦到小便黄 口渴自汗 慢虚者 东元清鼠一汤堂主治 这个三十八条啊 讲的是什么呢 失热邪气 耗伤气阴 是气阴两伤的表现吗 他症状列得很清楚 同时他提出来 用东元清鼠一汤堂 王孟英在暗语里边 他说 此脉此症 就是脉虚 身热气高 心烦逆黄 口渴自汗 四肢困倦 精神减少 这个脉这个症 自以清鼠一汽以为之 他说用清鼠一汽的方法来治疗 是对的 但东元之方 李东元的方计 说李东元这个方子 虽有清鼠之名 而无清鼠之实 他名字叫清鼠一汤 但是 他根本没有清鼠的作用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下面讲 故临证时 需斟酌去取 你不能用他这个方 根据证后选要 于美治此等证 他说我治这个鼠上金气的证 这用西阳变 石湖 麦冬 黄莲 猪叶 河杆 就是河梗 枝母 干草 精米 西瓜 翠衣等 以清鼠热 而易元气 清热 补易气阴 无补应手取消 他讲这段话 咱们看看李东元的 清鼠一汤 他这个方计的组成 是人参 黄旗 白猪 陈皮 神蛆 折蟹 苍竹 生麻 麦冬 制干草 葛根 当归 黄柏 青皮 五味子 总而言之 东元帝清鼠一汤 吐出了一个灶字 全是灶药 他这个清鼠一汤 用于什么呢 鼠食损伤了脾胃 阳戏被施邪恶服 所以他用这些造药发散 这是对的 他所制那个是鼠湿 以湿为主 欲恶阳气 所以他用的药 人参黄旗这一类的温造药 对 学生白湿热命片 三十八条里边 这个鼠伤筋器 咱们简称啊 他这个症候 不是鼠湿欲恶阳气 而是鼠热 耗伤 金气 金液阳气量伤 如果用李东元的清鼠一汤 反而耗散阳气 反而损伤金液 反而加重病情 他不合适 王梅英这个方 非常好 补气阴嘛 所以他说呀 李东元这个方 虽有清鼠之名 而无清鼠之识 讲得非常好 而王梅英 所用这些药 在他那个 书里边 他没有起方名 他就说我用这些药 在方论里边 他把它重列一遍 还是这些药 所以后世啊 就给他起了个名 叫王氏 清鼠一汤 这样呢 清鼠一汤 就有两个了 一个是 东元清鼠一汤 一个是 王氏清鼠一汤 东元的清鼠一汤 是治疗 鼠尸 恶伤阳气的 王梅英的 清鼠一汤 是治疗 鼠邪 好气 伤筋 不一样 所以学生白讲 那一条 应该是用 王梅英的清鼠一汤 李东元那个不行 从这 咱们就可以看出来 他虽然是夹在暗语里边 但是这里边讲的是 他个人的临床见解 讲得非常深刻 好多暗语啊 夹里都非常精辟 所以后人呢 对他这部书 也非常推出 这个温热经纬 和温病调便 这两本书 现在都被列为 研究温病学 学习温病学 温病临床的 必读之术 吴居通的温病调便 自成体系 理法方药 非常的完整 王梅英的优点在于 他汇集了 从内经 一直到清代 很多一家的 有名的文章 而且选了前人的暗语 选了前人的注释 加上他自己的暗语 非常精致 非常实用 从他这个书里边 可以看出来啊 王梅英的学问功夫 应该说是 学验俱风 从学士到临床经验 都是非常丰富 也是一个文明学大价 我倒是经常比较 拿王梅英的文热经纬 还有其他的说 和吴居通的文明调便来比较 王梅英的学问功夫 不在吴居通以下 但是因为他在吴居通以后 吴居通的文明调便 已经写成了 写在他前面了 所以呢 他这些著作 跟文明调便就不一样了 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 另外再结合他的一案 看 这个人对文定 对伤寒 对内科 经验都非常豐富 学问也非常深 所以也是一个大价 通过这个过程啊 咱们可以看出来 中医学里边的温定学派 真正的形成 是在清代 乾隆以后 因为叶田氏是 他的外感温热片 是在乾隆以后 传过来的 最早1775年 是乾隆年前 1775 是画本 1792 是唐本 这都是在乾隆年间 从他的文章 问世以后 对文定学派的形成 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在他以后呢 咱们经常说的 文定学四大名家 叶 叶田氏 学生白 吴俊通 王蒙英 实际上呢 主要的是叶和吴 两大家 再加上王 那么除了这几个 一家之外 明清时代 还有一些个医学家 也有关于文明学的著作 这咱们就不详细介绍了 我列一下 这部书 比吴又可的文艺论早 但是呢 他传出来的晚 作者 张凤奎 张鹤腾 他的商数全书 一共是两万多字 专讲数名 这是一部书 应该说他成熟 比吴又可的文艺论早 但他流传的少晚 而且内容呢 就是数啊 没有讲其他的文明 这是一部 再一部书叫广闻议论 为什么叫广闻议论呢 作者 戴天章 自临交 他号叫北山先生 所以后世啊 这个他叫戴北山 北山先生 他非常推崇 吴又可的文艺论 但是他觉得文艺论呢 发挥的还不够全面 他加以推广 加了一些内容 所以叫广闻议论 他把这个文呢 赶上这个文了 这个书的版本啊 挺复杂啊 好几个名 广闻议论呢 还有个名 叫文艺明辩 这本书是怎么出来的呢 戴北山写完了广闻议论之后 并没有堪行 由他的儿子手抄 他一书很多啊 不是这一本啊 好多本 手抄完了以后 存在他们家 叫存存书 1750年 他孙子啊 在街上 看到了一本书 是房刻本 书房里边刻的 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文艺明辩 一看这个内容啊 跟他爷爷那本书 是一模一样 名字改了 内容一点都没变 可是署名呢 属的是射线的 正念仪 正宝 可是内容完全是他爷爷的 所以他觉得呀 作为先人 并不一定会就这个 但是作为子孙 这个事不能不说明白 所以呢 他把他们家藏的本 拿出来看课 看到以后才看课的 他比他晚了二十多年 大概是1778年 刻出来的 所以这个广文艺论呢 比这个文艺明辩 要晚 署名也不一样 这本书也有 可能是这个手抄本啊 借给别人看过 别人看着挺好 就出版了 所以这个正本啊 出版的反而晚 名字 内容 名字不一样 内容是一样的 后来 还有这么一本书 广文热论 广文热论和广文艺论的内容 也一模一样 但是名字呢 把文艺变成文热了 这个温 这个热 这是谁可以改的呢 陆九芝 陆九芝 他的著作叫 世古摘一书 他在课他的世古摘一书的时候 把这本书附在后边 他给起个门叫广文热论 为什么呢 陆九芝认为 瘟疫和温定不一样 瘟疫的范围窄 温热的范围广 温定可以统成温热 它包括了瘟疫 而戴北山这本书呢 不是广论瘟疫 它其中也涉及到 不是意义的其他文明 范围是很广的 所以他给他改了名 叫广文热论 后来又有这么一本书 这个重定广文热论 就是从陆九芝这个广文热论 拿出来 加以重定 同时又加进了一些内容 谁做的呢 是清末民初的名义 清朝末年 民国初年的 何连臣 他加以重定 这个本现在也有 就是这本书啊 现在流传的是四种版本 四个名字 都是一本书 但是广 重定广文热论呢 内容比他原来多了一部分 何连臣加了一部分内容 再一本啊 就是温热鼠义全书 他的名字叫温热鼠义全书 大家可以看出来 他把温病分成四个部分 温病 热病 鼠病 义病 所以他分了四卷 温热鼠义 而且指出来 黄金汤治温 本药业 重用黄金汤 这个作者呀 周扬顿 自渔仔 周渔仔 他们两本书成熟的年代差不多 大概相差四年 都在文艺论之后 都在叶天室之前 这个是明末 这两部书是青春 都在叶天室之前的 有这么几部书 比较有名的 在叶天室之后的 有一本书啊 叫《山寒温一条遍》 这本书还不能说 在叶天室之后 因为它成熟于乾隆五十九年 不是台湾 作者呀 杨璇 字叫丽山 河南夏宜人 这个人活了九十岁 七十九岁的时候 组成的最后定稿 山寒温一条遍 简称叫寒温条遍 它自己就说寒温条遍 简称叫寒温条遍 它实际上呢 是对山寒和温义家有区别 也不光是温义 其中也涉及到其他物名 它突出的呀 这么个方 以升降伞为主方 列了十五个方 清的清之 重的谢之十五个方 清的清之八方 重的谢之六方 一共十五个方 以升降伞为总方 这个方计也很特殊啊 它用缠退 姜蚕 姜黄 黛黛 四个药 就这么四个药 为什么叫升降伞呢 以这两个药 升清中之清 这两个药 降浊中之浊 所以它叫升降伞 以它为总方 然后 还有十四个方 一共十五方 这个方计很有名 后世很推崇 这是它这本书的特色 这本就是通俗伤寒论 作者 于根初 名字叫赵元 于赵元 这讲人 它这本书啊 非常好 它名字虽然叫通俗伤寒论 实际上 它这个伤寒 是广义伤寒 里边既讲伤寒 又讲文明 但是讲文明 讲得非常好 风文伤寒 春文伤寒 蜀文伤寒 诗文伤寒 大头伤寒 东文伤寒 它把这个文明的病名后 都加两字 加伤寒两字 实际上是有点画舌天足 它的意思就是广义伤寒 包括文明 这本书的贡献在于很多有名的方计 比如说 咱们说千金方里边有个微瑞汤 对吧 是文明 后世用加减微瑞汤 这个加减微瑞汤哪来的呢 从这来的 再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的 非常有名的方 灵脚勾腾汤 薅勤青胆汤 等等啊 加奖微瑞汤 雷脚勾腾汤 薅勤青胆汤 勤凉二臣汤 献雄成汽汤 西地青洛淫 等等 很多的名方都出自这本 他这个方计的临床是非常实用 咱们文明学讲义里边 我数了数 大概除了吴俊通的房子之外 就他的房子多 选他房子很多 这本书写成之后啊 并没刻板 他在乾隆嘉庆年间 在当地啊 大概是出名了五十年 每天都是百十号人的门诊 非常有名 他跟谁呢 何连臣的爷爷 叫何秀山 挺好 因为何秀山的妻子 患病 请他治疗 看了三次就好了 所以就交了朋友了 他们住的很近呢 凡是到他们那儿去出诊时候 都在家里坐一坐 有一天呢 他就把这手稿拿出来 给何秀山看 何秀山看非常好 他就抄 随抄随录 录下来了 随录随加暗语 何秀山加暗语 抄完之后呢 他并没有刻板 没有发行 传到什么时候呢 传到他的孙子 连臣 何连臣是近代的名义啊 传到他守了他以后 何连臣呢 在一九 二几年吧 就在绍兴的医药月报 给他发表 一篇一篇发表 整理一部分就发表一份 整理一部分发表一份 发表以后呢 这个非常的快 一抢而光 弄到半角上呢 到一九二九年他去世了 二七 二七 二九年去世 二七年 何连臣去世了 就停了 这上海的书局啊 觉得这个非常好 非常畅销 大家都很欢迎 就跟他的徒弟 曹炳章协商 要出书 把他出个合定本 那么曹炳章呢 就把何连臣 没整理完的加工 最后都整理完了 出了一本书 这叫通俗商汉论 徐荣斋先生啊 把他加以整理 重顶 这叫重顶通俗商汉论 这个原书啊 是一九三零年出版的 徐荣斋 重顶通俗商汉论 是一九五六年出版的 这本书非常实用 挺厚挺大 既讲商汉又讲文明 所以他叫通俗商汉论 实际上是广义商汉 到有一本 就是清朝末年 光绪年间 浙江地名医 雷锋 邵义 雷邵义 写的《实命论》 《实命论》那本书啊 它是讲四十地疾病 一年四季的病 其中有一部分是文明 它这个方子比较实用 所以呢 有些方机也选到咱们 文明学教材里边来了 再有一本 《温热风源》作者 刘宝仪 这本小书 《温热风源》呢 是专门讲福气文明 他把前人关于福气文明的论述 加以考证 订证 辩证 同时 讲上他自己的看法 讲邪气 浮在什么地方 怎么发病 怎么治疗 特别强调治福气文明 要保金业 顾护银业 讲的也很好 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呢 1924年 在331书里边 331书的第一集 第一种 331书一共收了99种书 第一种就是它 所以你先打开新版331书 头一篇就是《温热风源》 那么 有关文明学的著作 咱们就给大家介绍 主要就这些 其他的还有一些 就是临床的实用价值也好 传播的范围也好 不如他们广 所以咱们主要给大家介绍这么些 介绍这个目的是什么 从这儿啊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出来 温并病学说的形成 很不容易 温病学派的兴起 经过了将近两千年的漫长历程 最后形成了 岂是我们后人一个什么问题 中医学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不断创新 对吧 如果没有创新 就不可能形成 温病学说 而且 温病学说的形成 是在临床实践中来的 你看每一本书前面的序 我特别喜欢看这序 每一本书前面的序 都是经过了多次文艺流行 死了多少人 在这种情况下 他写出来的书 从文艺论开始 到温病条片 都有这个记载 可以说 凡是温病学的著作 都是愤世之作 他们愤慨当时没有办法治疗 所以发奋研究 勤求古训 博采中方 加上自己经验 写出来的书 很不容易 因为这个温病学说的形成 虽然在中医学领域里边 它是最晚的一门学科 但是 今天把它列入四大景点 为什么 咱们下午再讲